我覺得這種半夜12點出來買卡包的人 應該沒幾個吧 我們現在呢 就去附近的超商 買幾包 過過肝癮 大概 預主 買個三個 卡包的話 也就每一家各買三包到四包 都買A 我們就買A 我要的是阿塞羅拉 如果那幾包能抽到阿塞羅拉的話 神包 果然啦 很好 第一家就沒有 第一家就如此 讓人失望 接下來我們來去第二家 第二家呢 第二家也是Seven 但它是位於 那一條道路要怎麼講啊 台中路嗎 就要進入到忠孝夜市的那個路口 那一條路 那邊有一家Seven 如果那邊再沒有的話 我再回來到萊爾夫看 再沒有 我再去全家看 再沒有 我再去 whatever 反正我爹一定要買到 好 來裡面找一下 剛剛訂閱 問我說 那你是要找些什麼東西 我說我是要找 寶可夢的卡片 他就很不耐煩 跟我講說 那個是早上才會進貨 好 我們兩家都miss掉了 好 我們要去第三個 完全黑媽媽的忠孝夜市 完全黑媽媽的忠孝夜市 這邊這家店員大哥呢 就比較親切了一點了好不好 他也是告訴我 還沒有到 明明應該是會有的才對呀 我們等一下 要去比較遠一點的全家 來去買 好 再沒有 再到 一定有一家 一定有吧 總有一家有吧 我現在時間的是晚上1點 我有看到阿進他們有買到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想要出來找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 好 這家也沒有 店員是講說 應該會在凌晨的3、4點的時候才會到 啊 怎麼會 第五家 第六家 第七家 第八家 第九家 第十家 第十一家 第十一家 第十二家 第十三間 我們堪稱人類最後的希望 對 這一間在沒有的話 我還都不知道哪裡會有 原因是為什麼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反正我現在先過來這邊看一下 是否有 他物流剛到 有擺上架嗎 沒擺上架的話也沒法子買啊 問一下吧 十三家 十三家 對 第12間店的那一個店員呢 告訴我說 有一個玩家在那裡 至少等了一兩個小時 等到上架的那一瞬間 瞬間的所有的卡盒 包括獄賭 全部買完了 第12家的店員呢 也非常好心的告訴我說 物流車呢 往另外一家就是學兔去的最後一家 人類的最後吸往那一間 我說物流車剛進過那邊 那裡才剛補貨 你可以過去問看看 所以我就過去問了 第13家的店員呢 也是告訴我說 可能還沒有 然後看了一下旁邊的物流 我還沒有整理上來 所以可能要再晚一些 大概三四個小時過後 我就說 好 沒關係 那沒關係 那我就下次再來好了 我也不想要強迫店員說 叫他把那些貨物給補上來 因為我知道 雖說那是他們的工作 但不能因為顧客的一些無理要求 讓他們去提早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就離開了 沒關係 沒... 真的... 雖然我嘴巴說沒有關係 但我真的很想要在12點的這一瞬間去開卡包 要不是各大卡牌店的物流都出了這一個trouble 不然的話我一定在這個12點的瞬間 跟一堆人開卡包 還有一個小插曲 店員也一直在詢問著 為什麼這一彈會這麼的紅 每一個我過去問的店員們都說 剛剛已經有很多人問了 沒有 13家的店員至少有一半以上 已經都被問過說 中文卡...中文版本的卡包有沒有到 還有一間店呢 他擺第一彈的卡包呢 說第一彈的卡包擺在那邊 白滿滿也沒什麼能在買啊 為什麼第二彈才剛出來就這麼多人去掃它了 我說在現在這個時期 有許多的youtuber啊 其他一些的網紅啊 都一起爭相再來玩這一塊ptcg 你看卡牌多香啊 也因為這樣我非常推薦你的店長 給我補到爆掉 因為我卡牌店買完了之後 就是找你們了 雪兔也秉持著收卡為第一優先 然後抽包呢是興趣使然啊 真的是要以沒抽到就不罷休的這種態度呢 那沒意外 最後一間Seven 我一定要等到他上架的時候買 可是我不確定他什麼時候上架 也許真的要兩三個小時 我還不如回家剪影片 因為明天呢依舊也是有卡包 只不過...嗯...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們我雪兔 這次是會不會滑到我風吹到頭都痛啊 目前呢只看到... 四五個有買到卡包 我很期待在二彈呢 有更多的人進來玩我們PTCG 然後有更多的Youtuber啊 或者是實況主網紅啊 想要來去詢問雪兔事情的話 也可以直接來去粉專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我看到了我一定會回應你 我更期望的是在賽場上面 可以與你相見 與你對戰 當然千萬不要因為對到我之後 就... 離開了PTCG 拜託了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各位吧 掰掰